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到约公元前1046年 共554年 公元前1600年 商太祖商汤起兵法下 在明条之战中打败夏节 得三千诸侯拥户即位 建国商 也称殷商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 商汤在位后吸取了夏朝灭亡的教训 发布汤告以宽致民 使得商朝国力日益强盛 诗经称奇 稀有成汤 自比迪强 莫敢不来想 莫敢不来亡 前1588年 商汤百岁驾崩 妙号商太祖 其子外禀继位 以尹摄政 外禀在位才三年就去世了 他的弟弟众人继位 仍由以尹摄政 前1582年 在位仅两年的众人病逝 商汤嫡长孙太甲继位 太甲继位前两年 在伊尹的监督下还算勤勉 但第三年起 太甲就开始一味想了暴虐百姓 导致朝政混乱 伊尹只好放逐太甲 自己重新设政 史称伊尹放太甲 太甲被放逐三年后毁过自新 被伊尹重新迎回执政 自此之后 以得智商 诸侯归顺 百姓安宁 前1558年 太甲去世 其子沃丁继位 继位出 仍有伊尹辅佐 沃丁第八年 辅政五十余年 历史五代君主的名相伊尹去世 足年一百岁 沃丁以天子之礼将亦安葬 以表彰伊尹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前1530年沃丁去世 弟弟太甲继位 太甲在位时期履行汤法 以得治国 是商朝的一代明君 前1505太甲并是其子小甲继位 这一时期 商朝国力依旧强盛 前1488年 小甲去世 遵循兄中弟籍的原则 传位给太甲之子庸己 庸己本人昏庸无能 荒废正事 商朝在这一时期开始衰落 诸侯也渐渐不来朝贡 前1476年 庸己去世 弟弟太甲继位 太悟在位后 秦于正事治国府民 任用贤臣 使得诸侯纷纷归顺 商朝国事中兴 前1419年 太吾去世 庙号中宗 其子仲丁继位 仲丁统治时期 东南方遗族兴起 仲丁六年 遗族中的兰遗进攻商朝 仲丁出兵将其击退 但仲丁的势力也受到重创 前1408年仲丁去世 他的弟弟们纷纷争夺王位 造成之后持续一百多年继承上的九世之乱 使得商朝一度中衰 最终弟弟外人成功夺取王位 外人死后 传位给弟弟和胆甲 但和胆甲死后 并没有传位给兄长之子 而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族已 导致商王朝继承权 由兄中帝籍 逐渐转为父死子继 族已继位后 数次出兵征服兰仪班方等国 解除了遗族对商朝的威胁 并用乌贤辅政 使得商朝再次兴盛 前1370年足以之子祖心继位 继位时因继承权的内乱影响 商朝国事再次衰落 前1356年祖心病逝 齐弟外甲继位 前1336年 外甲去世 传位给了兄长之子祖丁 前1327年 祖丁去世 传位给弟弟南庚 南庚在位时 商朝形势严峻 国运衰落不堪 前1321年 南庚主动退位 善让给祖丁之子杨甲 杨甲时期 商朝内乱不止 诸侯们已经不来朝贡了 前1314年 杨甲病逝 传位给弟弟盘庚 盘庚在位后 将都城迁道阴 史称盘庚迁阴 迁都后 盘庚整顿政治经济 施行德政 使得衰落百年的商朝 再次出现复兴的局面 前1286年 盘庚病逝 弟弟小新继位 小新继位后 全盘放弃了盘庚的治国之策 使得商朝国运再次衰落 前1272年 小新去世 齐弟小已继位 小已在位时期制定了 商朝的祭祀制度 并让太子武丁去田里耕作 为之后的武丁中兴 打好了关键的基础 前1251年 小已去世 齐子武丁继位 武丁统治时期 任用贤臣 历经图治 秦渝正式 开疆阔土 使得商朝国事得到了空前发展 史称武丁盛世 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 也是商朝最强盛的时期 前1192年武丁去世 妙号高宗 齐子祖庚继位 祖庚在位时期 继承了武丁的事业 商朝依旧强盛 前1180年 祖庚去世 弟弟祖甲继位 祖甲曾生活在贫民中 了解贫民疾苦 所以在位后修改了汤行 以严刑限制贵族对平民的剥削 但也引起贵族不满 造成内部矛盾 日益尖锐 前1160年 祖甲去世 齐子领心继位 领心继位时 枪方崛起 吕范商朝 商王领心 出兵攻打枪方 但并没有彻底攻灭 前1156年 领心去世 弟弟庚丁继位 庚丁在位时 信奉乌教 使乌教势力大增 危及王权 前1147年 庚丁之子 吴乙继位 吴乙在位时 因其父信奉乌教 王权衰落 吴乙将皮带装满血 挂在天上 朝天射他 称作射天 又制作人偶 称为天神与之搏斗 命令旁人评判天神输了 吴乙虽然努力挽救国事 但最终成效甚微 前1113年 吴乙之子文丁继位 文丁在位时 周侯纪律伐荣有功 生威大振 文丁忌惮纪律 将其软禁致死 文丁的做法 导致了周人 与商朝的矛盾加深 而纪律的儿子 就是后世的周文王姬昌 前1102年 文丁去世 其子帝已继位 帝已在位时期 商朝国事 已经趋于没落 而且天灾不断 前1076年 帝已去世 其子 商周王帝新继位 周王帝新继位后 试图挽救国事 对内推行 严刑郡法 改变用人政策 对外出兵 东夷开拓疆土 但种种举措 反而适得其反 加速了商朝的衰亡 最终众叛亲离 前1046年 周武王起兵伐咒 在牧野之战 击败周王帝新 帝新逃到路台 自焚而死 至此历经了 三十代君王 延续了554年的商朝 就此灭亡 诺 诺